各位先有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,凤九点点头,确实很美,想不到飞蛾扑火,原来是这般惨烈,帝君握着他的手,轻轻捏了捏,此花明天妙一花,乃一种佛花,于是者轮回之意,飞迎扑火,自养此花,花谢之后, 净属涅槃重生,这些宠类,原本朝生慕死,宁如昭露,因伴着此花,载而得以轮回永生,凤九轻声念了两遍,问道,涅槃,轮回,帝君很喜欢凤凰是不是,帝君的声音平淡无波,凤凰,本君倒是认识几只老凤凰,这言便是其中一只,他又轻笑一声,不过,本君下来只偏爱袁毛,凤九心跳了一跳,隐隐觉得有些什么不对, 心想之下又觉得似乎一切都入情入理,帝君偏爱袁毛,钟情的却只有那只火红的凤凰罢了,眼下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提,袁毛是真的伤透了心,当下稳稳心神,回应道,凤九听哲言说过,帝君偏爱那些威猛的袁毛,以前的做奇都很是霸气,帝君默了梦,又说道,本君在许多万年前见过此花,觉得很美, 此次,终于做出这个幻景带你看看,本君觉得,这红色的花,倒有几分像你,你穿红衣的样子,很美,凤九人在想着心事,没有留意到后半句,问题就问了出口,帝君是在南荒魔族见到此花吗?帝君的声音带了点儿差异,本君是在西天佛陀的石洞中见到的,那南荒魔族着实荒凉,并没什么值得看的,你以后也不去为好, 小周又在洞中去去折折行了一会儿,两侧的洞壁压江下来,凤九知道快要到洞口了,几座青山绕着一口湖,湖上随意点着这几处河塘,木桥茅亭,一派闲事的田园风光,夜幕出将,先到远处有桂家木桶,盗起牛背,竹笛圣幽阳入耳,帝君,这是特意为我做的幻景,凤九被帝君牵着下了小周,乍见此境,张口结舌,他觉得帝君未免太投入了些, 就算是为了引出渺落,就算是为了将他当作诱饵,其实也无需如此费心,他作为一个神尊,只要提了要求,凤九自然是不能拒绝的,何况,他还欠了他那许多恩情,帝君抬手踢凤九里里里头发,再次问他,喜欢吗?凤九点点头,觉得若是不知道帝君的真正目的,自己看是会当场哭出来,不过就算明白帝君的真正意图,他也十分高兴,他一牵帝君的手, 开心地说,走,我带你去玩,这里是我的地盘,帝君见他终于展颜,似乎长舒一口气,毫无抗拒地跟在了凤九的后头,凤九自幼便讲在这青秋,对于这里的一草一木,简直了弱直掌,最近他很有些想家,便更感激帝君替他做了这个幻景,发自内心地想好好带他玩一玩,他行为一条小道往前走,走了几步见到到旁直的秘密的春圈海棠,繁华兔蕊。 这不是他见惯了的青秋,在细看之下,便觉这青秋有些似是而非,他想一想,拧嘴一笑,转身问帝君,帝君,你为了做出这青秋湖景,花了不少心思吧? 我瞧着,却做得不怎么像,帝君挑了挑眉,本君确实极少去青秋,只能凭着一点印象画了画,还望女君以后能要本君常去赏一赏青秋的月亮。 我听人说,青秋的月亮很是漂亮,想来比朱仙台的月色,地要美上许多,凤九见他还拿朱仙台的事,来打去自己,朝他扮了个鬼脸,心里应实在高兴,道也为同他计较,他二人在繁华点缀的小金尖穿行。 凤九饶有兴致的指着几样,他不认识的话问帝君,帝君道也兴致好,教他那黄色的是银川,紫色的是绣球,还有那一串串的银丹,如铃铛的景天,凤九听了前头望了后头,嘴里只是慢音着,高兴时便弯腰着一只拿在手里把玩戏上,小金行到尽头,便见一片粉色花海,却是在一片空地上种了千百株春荫,粉色的花如虫荫压在枝头, 遮天蔽日,微风吹过落荫纷飞,凤九从未在青秋见过这片花海,自然知道这又是帝君的手笔,他寂寂又喜,放了帝君的手,踢了踢地上的花瓣,向帝君说,我们在这里玩一会儿吧,我很喜欢这里啊,帝君盯着他的眼神很专注,专注地忘了他好一会儿之后,点了点头,雨了,凤九此时,已然想不起自己此行有重任在身,在花林间如燕般穿梭, 时有微风吹过,推着他身上溢落了片片花瓣,他抬手时的一片,愣了半晌,从怀里掏出一张帕子,决定包一些花瓣起来回去做樱花糕吃,凤九抬腿狠狠地踢一脚树干,秘密花瓣落下来,他仰头望着粉色花雨,没见到几步之外,帝君狠狠地愣一愣神,并慢慢朝他走了过来,凤九蹲在地上,挑着些干净的花瓣往帕子里抓, 见到面前突然飘来一片紫色的衣角,我带些花瓣回去做点儿樱花糕,凤九抬起头和帝君解释,见到帝君手上拿了的西南树枝边的花环,上头还这只各色小花,凤九愣了愣,随口赞了一句,帝君你的手还挺巧的,背赞了一句,却好像并不很高兴的帝君,脸上的表情有些凝重, 他伸手拉起凤九,替他夹了几片落在头发上的花瓣,又理了理他的病发,凤九有些茫然,觉得帝君望着他的眼神似乎很辽远,又像是要将他看穿,十分专注,他见到帝君伸手就要将花环戴在他头上,忙偏了偏头躲过,帝君,我上古史学得好,记着上古时候的神尊,都是拿这种花环向心意的神明表白的,你是不是不知道,这个花环可不能随便送人? 帝君的表情有点而惊讶,啊,那你的上古史确实学得挺好,那你知不知道,我今日为你做了这许多幻景,又要送你这顶花环,是个什么意思?帝君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凤九也能听不出来,他连连点头,凤九当然明白,帝君的这番心思,凤九定然紧急在心,帝君既让凤九这样高兴,凤九自然会好好报答帝君,不如使命,帝君的神色有一瞬间的忙着, 轻轻摇了摇头,我觉得你似乎,完全不明白,凤九仍惯心着地上的花瓣,不再理他,抬手拍了拍帝君的手臂,明白,真明白,便要蹲下去解释花瓣,紫色的衣角仍在他眼前飘动,凤九推了推他的腿,你踩到花瓣了,麻烦让一让,帝君此次委实施大手笔,因他们到青秋时便已接近日暮,帝君只带着他赏了春花,凤九玩得不尽兴, 帝君又画了条小舟带他去赏下喝,凤九揪和花,花莲棚,玩得不亦六乎,等到月上中天,帝君要带他去睡觉,他仍觉意犹未尽,央着帝君让他再玩一玩,彼时,花环正在他脑袋上歪着,他玩了许久其实也有些倦意,见帝君的表情不似寻常那样冷淡,便想着求一求,也许会有意外之喜, 他拉住帝君的手,请让让自己看起来乖绝可爱,笑得极为讨好,帝君,这么好的夜色,我们店再玩一玩吧,早早安歇多么不划算呀,帝君哑了半嗓,又抬手摸了摸他的脑袋,凤九觉得这一日的帝君,举止委实施太过亲密,这让他十分的不习惯,你从哪里学来,如此会撒娇,凤九根据自己多年撒娇经验,想得帝君这话算是人了,便很有些得意,这算什么呀, 我认真撒起娇来,连我爹爹都拿我没办法,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